乌克兰的动荡情势是目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而今天晚上公示的主题之夜节目 就要播出一部纪录片《动乱中的乌克兰》 带您深入了解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恩怨情仇 一场长达三个月的抗争 掀开乌克兰亲欧或亲俄的压力锅 也导致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 在二月份流亡到俄罗斯 接着亲俄的克里米亚违线举办公投宣布独立 俄罗斯在背后支持 也让美国和欧盟暂停俄罗斯GA会员国资格 执行制裁 乌克兰境内敏感的立场问题被搬上台面 这阵子以来始终是国际关注焦点 中东的半导电视台也拍摄制作纪录片 《动乱中的乌克兰》 纪录片透过历史影像还原2004年 影响乌克兰政局极为深远的橙色革命 那一年乌克兰总统大选过程严重鼓弊 引发全国一连串的示威抗议 在最后一次重选当中 以成色为代表的游申科获胜 当选总统 但竞选期间 游申科身体不适 体内被验出大量的戴奥心 纪录片也访问到游申科谈及治疗的心路历程 冬乱中的乌克兰纪录片呈现许多珍贵历史画面 包括1930年代造成700多万人死亡的乌克兰大饥荒 二战德军轰炸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惨烈镜头 而这部纪录片也藉由珍贵史料 访谈数位乌克兰总统总理 详实记录乌克兰的苦难过程 深入探索当地居民的期待 让观众可以更加了解 这个与台湾处境颇多相近的国家 记者综合报道